第十一題第十一題十二題是體組 右圖中的小球至光滑的斜面上一定高度H處下滑 測量同一小球在水平板上滾過的距離S 其實驗結果如下表是回答十一到第十二題 第十一題是問 實驗中操縱變因及控制變因分別是何種因素 我們看到我們的實驗的結果裡面 我們的高度H都是十公分 所以高度H是所謂的控制變因 事實上其他的因素 比如說小球的材質、體積、質量也都要保持不變 也都是控制變因 而我們改變的是水平板的材料 有木板、玻璃跟砂紙 所以呢水平板的材料是我們的操縱變因 而我們測量了滾動的距離 所以滾動的距離是我們的硬變變因 所以第十一題問我們說 實驗中操縱變因及控制變因分別是何種變因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操縱變因水平板材料 控制變因小球質量最初高度 我們說實驗中操縱變因